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Phonic Phonics自然音标的课程 老师今天是要为你介绍如何去使用自然音标 如何去使用自然音标 自然音标主要是由自然发音以及音标的一个结合 利用我们的新开发出来的箭头符号来去辨识母音的结构 以及子音的结构 当然母音我们可以区别为六种自然发音的方式来去做判别 在短母音的形式中 我们知道自然发音它通常有个一号公式 也是closed syllable closed syllable closed syllable一般来说就是用来解释 当自然发音发出短母音 也就是show vowel的时候 它所运用的层面 而一般来说我们看到closed syllable 比较公认的一个结构就是cvcc的一个结构 什么是cvcc呢 我们知道c就是consonant consonant也就是子音 那v也就是vowels 也就是母音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字的最后的四个结尾字 分别是cvcc的结构 也就是最后一个字或最后第二个字都是子音时 此时我们画一个箭头朝下 画个箭头只要下在母音的地方箭头朝下 这则可代表说这个母音是一个短母音的形式 母音是一个短母音的形式 而第二个公式也就是我们讲的open syllable 它通常公认的组合方式是cvcc 就是子母子母这个形式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最后一个字 当我们英文单字结尾的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母音时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上升的动作 也就是升母音的动作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用cvcc 这个形式是做一个升母音的动作 也就是说在两个母音中间夹了一个c 举例来说最后一个母音如果是1的时候 前面这个母音也会做一个上升的动作 也就是朝上的母音 我们就当它是长母音 长母音 而长下的母音 朝下的母音 我们就当它是短母音 我们就当它是短母音 还有第三种形式 silent1 也就是cvc1 直母子1 也就是最后一个当英文结尾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结尾是1的时候 那它做形成一个母子1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一个生母音的动作 生母音的动作 也就是前面最后一个1不发音 而前面这个母音做一个生母音的动作 它画起来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后面的不发音 后面的不发音 前面的发音 第一个画起来像这样子 截取一个十字朝下 生母音的动作一样 也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讲的Val Combination第四种 也就是母母音组合 也就是cvvc 也就是两个母音 结合在一起 这个情况时 它有可能会做生母音 或者有可能会做一个 两个都出一个半音 两个出一个半音 也就是变成一个deep sum 双元音的动作 所以它有可能是长母音 或者是双元音 第五个公式就是consonant LE consonant LE就是子音 最后两个音 最后两个音一样 一个是L一个是E 所以它会形成consonant LE 那就CLE CLE的时候呢 E会移到L的前面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画一个动作 在L这边地方画一个这样子的符号 一个箭头前后左右跑 那最后一个E 我们画一个圆圈中间画一个横线过去 这只代表这个母音是轻母音 所以任何情况我们再画一个 到圆圈把它黑的封闭起来 这就像是一个轻母音的 最后一个是R control syllable 就是由R控制出来的双元音 它通常是C VRC 通常是VRC 也就是V跟R合起来 会做一个双元音的动作 会做一个双元音的动作 好 再来老师现在直接拿一些范例来做练习好了 除了说我们讲feet是不是母母音 有看到这个母音 feet做个长母音 所以我们直接做一个长母音的动作 看老师这样画过来 好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看ear ear ear就是EAR 那我们当然知道ear的这个EA 并不是一个长母音 所以我们这时候画三个 这个符号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三元音 三个音中的第一个母音 做一个降母音 搭配最后一个音做R R的这个音 当然这是一个三音写法 以后我们会做一点练习 同样的这个是不是 我们看bear bear 我们一样做三元音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母音 做一个降母音 做一个降母音 最后一个写R 这是老师讲的三元音构造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这个 silent E 对不对 母子E 母子E 所以这个念一个长母音 rate rate 同样的道理 race 这个是一个sc加e 和起来念 e把a拉长 e把a拉长 对不对 做一个长母音 race race 同样我们看sh会发出一个diagram diagram就是指两个单文 好我们先来写一下diagram diagram diagram的意思就是使两个音 两个子音合起来念一个音 像sh念sh 这个就是diagram 同样这是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母子指 所以我们一样 diagram的地方画下来 所以它是一个短母音 同样也我们看这个head head就是一个很特别符号 我们知道 e 它不是eae 它是一发短母音 可是虽然是两个音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画一个 后面画一个圆圈 前面画一个下降符号 它长得像这样子 这是一个短母音 意思就是后面的没发音 前面的还是一样念短母音 同样的 如果我们这样走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 刚刚是一个像是闪电向前 我们现在画一个闪电向后 闪电向后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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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两个母音合起来 第一个母音并没有发出音 第二个做一个降母音的动作 blood 同样的是一个降音动作 看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画一个向右边的闪电动作 当然 我们知道有些字是不发音的 像com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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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它的o 直接做一个生母音的动作 而b不发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特殊的字 就朝上发音 c发出k 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 老师一样再画一个闪电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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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短母音在这个i的这个地方 这个一样是一个闪电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母音没有发音 落在第二个做一个降母音 再来我们看tune tune tune这个字一样 m加b的时候 m加b的时候 有时候b不发音嘛 对不对 看这个地方b不发音 而o做一个生母音啊发出u的音啊发出u的音啊发出u的音这是一个长音这个我们讲它是这个变化音啊我们讲它这是一种variable啊variable变音啊哦拉长变成啊我们想to2嘛对不对to2啊所以啊发出一个变音啊再来同样的道理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g加h不发音 我们打两个变音啊在这边啊自己自己朝上念啊自己就朝上发音啊自己朝上发音lightlight啊这种我们讲它都是特殊音同样ch可以发ch啊那同样的呢我们看这个字就也很好玩啊它不是e发u对不对所以一样是闪电不发音然后朝后啊这我们称 就是bacship啊就是bacship啊就是后面的音拉出长目音w的u音啊同样道理啊gh合起来也可以发出f这个音啊发出f这个音啊啊gh发出f那同样哈有没有看到这里我们也画个闪电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做bacship啊从用后面的音啊啊啊所以啊我们要给你一个概念啊 不是英文字不是英文字不是一定是后面的把前面拉出长音有的时候前面的不发音后面一样可以发音如这个by一样b u y by一样是不是后面发音后面发出长目音啊并不是u并没有发啊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发音啊啊一样cashewcashewcashew是两个音节啊所以这边sh发出sh这个是一个 往后发音啊往后发音啊往后发音啊那这个是怎样前面是一个短目音cashew啊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发音啊一个朝后拉出长目音啊当然how啊how我们就是很典型的啊发出啊两个发出oh的这个音一个发出新母音啊一个发出新母音发出u啊how啊这样子发同样的round一样啊这两个字啊啊 也就是我们两个母音各出一个半音啊老实话这个符号两个母音各出一个半音啊啊这是这个符号啊为什么我要给你做一个简介呢啊这样让你可以快速的了解说啊这个符号画起来啊是不是很容易啊所以我们来先看看啊在自然发音中啊在我们的自然发音中有短母音长母音亲母音啊不发音啊不发不发声不发音 啊在KK音啊在KK音标中有manaphsum还有dipsum啊单元音双元音啊那当然我们把它改成自然音标的话呢短母音我们就这样子画短母音我们就这样子画或者是母子子这样子画啊后面这个一条线则是代表啊指音出现所以我们指音出现个十字架嘛啊那什么是长母音 长母音呢长母音呢我们通常就是长母音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子画啊后面的不发音前面的发音后面的不发音前面发音当然它有可能是母母音或者是母子一啊两个位置或三个位置啊三个位置我们画长一点点啊一样啊就是后面的把前面拉成长母音那亲母音呢我们 我们可以画一个啊黑点把它画一个横杠啊就意思就是说它是亲母音啊也不是上也不是下刚好在中间的位置silence啊通常我们会打个叉叉啊就代表他没有发音啊没有发音啊所以我们讲的manaphsum呢manaphsum的时候呢通常就是短母音所以manaphsum呢他有几种可能是这样子像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种啊 还有闪电的第二种啊闪电的向后的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最主要的75%的音呢他会走第一个啊剩下25%的字哈比较不规则变化的话啊记得哈啊当我们讲不规则就是呃出现闪电型的这种符号啊 当然啊举例如说和对完之一种啊大家啊例如说挤绝来说head对不对head哈这样子啊它就是一个闪电型的符号对不对伞电型的符号啊意思说一念出端母音啊没有发出一音啊那我们讲的双原音呢divson呢啊一般来说就是指后面的把前面拉长 或者两个个分一半 两个个分一半 取例来说像how 就是两个个分一半 一个发一个er 一个发u 所以这样子的符号 所以diftham的时候 它通常会出现这样子的符号 当然有的时候极少数的字 它会像是从后面 前面的步伐把后面拉长的 这个我们称它是不规则变化 不规则变化像这个 一般来说都是这两个为主 后面把前面拉长 或者是两个各拿一半 不规则变化 就是前面不发音 把后面拉长 这种形式 或者自己 像我们讲的hold H-O-L-D hold 就是自己把自己拉长的这种形式 好 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eros eros eros就是我们的箭头符号 这是我们的自然音标的主打的 这个好用的方法 所以记得 show vowels跟manapsa 几乎它不是一个国的 所以 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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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讲的最常讲的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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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五个短母音 它们同时它也是manapsa 那long vowels呢 deep song呢 最常看到的是a e i o 当然you以及ou 对不对 有的人会想想想想you 不过一般来说 情理句是a e i o you 音试标法的话 有这两点 最常见的五个 五个这个长母音符 亲母音呢 有的时候这样也算轻母音 Diagram Diagram这个一定要记得 还有什么呢 这些都是Diagram 还有些variables 像是什么 还有什么 日啊 这些 都是他有可能 发出不同的音 那当然我们之后会慢慢解释 这些Aros符号 像我们讲的这样子 长母音符号 朝上的通常都是长母音 朝下的通常是短母音 这样比较容易记一点 不前也不后的就是轻母音 这样子会给人家 比较好一点的概念说 我这个生字中 到底用的是短母音还是长母音 所以老师要给你讲一个简单字 例如说我们现在随便写个字好了 F-E-E-T-F-E-T 在我们的自然音标这个免费的PDF 注意我们现在在线上有免费的PDF 不需要钱的免费PDF你可以下载 老师在上面有一些符号 那你该怎么看呢 记得下面的下标 下面的跟上面的 总共有两组符号 下面的我们就称 就是给母音子应用 上面的则是告诉你 上面的则是告诉你 它是长母音还是短母音 还是轻母音当然有一些公式你可以看 所以请你看一些Valse Indicator 好像Fit 我们这边打一个符号 这就是长母音 同样的道理 除了Fit以外 例如说我们讲C-O-U-G-H C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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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做一个降音的动作 Cough 降音的动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上面Cough 上面有看到一个S 这个槽上的Valse Indicator 就是告诉你它是一个短母音 就是母音的一个符号 那当然我再随便写个字Blood B-L-O-O-D 做一个闪电下来 闪电下来 Blood Blood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有个S的符号 这代表说它是短母音在这个位置 O-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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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来 现在老师再给你们看看 该怎么去下载自然音标的书 你可以打开你的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phonifonics.org phonifonics.org phonics.org 当你进去之后呢 当你进去网站的时候 老师要你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下载免费的自然音标的书籍 你可以一直往下选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到最下面的选单的时候 有个phonifonics自然音标线上字典 你可以在phonifonics自然音标2011版的字典加QR卡学习 你可以先去下载这个免费的一个PDF的书 当然你按了之后 这边在第一个月选项免费PDF书籍学习的地方 你就可以点下来这个连结 它就会下载一个 我们有2000页的phonifonics的图形资料 phonifonics图形资料 这里面有运用一些技巧面 就是老师编排的14000多个字的英文单字 它每个字到底是该怎么念 当然如果你觉得图形 你想打开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些箭头符号 就像我们讲的有打XX的 有打星星的 也欢迎有美工不错的朋友 如果愿意帮老师把这个图形设计的再可爱漂亮一点 老师会感激不尽 因为老师本身不是搞美工的 所以设计的也只能达到这样子 不过你可以看到 像我们朝下的就是短母音 朝上的就是长母音 我们的phonifonics就是运用一个逻辑 来告诉一个学自然发音或者音标的人 当你遇到一个单字时 这个单字到底它是发什么样的母音 或什么样的子音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 欢迎各位同学来下载这个 稍微来看一下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跟老师联络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跟老师联络 那当然 如果有兴趣 想要跟老师联络的同学 有兴趣 想要跟老师联络的同学 我来看看 如果有兴趣 跟老师联络的同学 请你打出 devitting88 at gmail.com 这是老师的 email devitting88 小老师 at gmail.com 你可以写给老师 如果你有兴趣 想要更深一步的了解 什么是fonyfony 也可以跟老师要求一些 关于老师设计这个书籍方面的资讯 谢谢观赏 谢谢 谢谢 我来看看 老师的 让我来说 我们下期见 有兴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